通脹浪潮殺到你了 來年不止電費加福驚人 公共交通工具一樣加 巴士、的士、渡輪齊齊申請加價 市民生活百上加根 早前有九歲小孩在寵物寺 打算跟巨犬合照 誰知搜集, 險租偉傭 家長近子狗主事後失蹤 追討無門, 馬上凍脹細亡 歡迎收看東章西望 四個月大的嬰兒女子希 因為患上急性心臟衰竭 需要心臟移植 醫生表示, 子希雖然已經接受手術 但病情沒有大改善 需要接受強心藥物治療 接駁呼吸機協助呼吸 紫希急需約13公斤以下的 屍體的心臟進行移植 如果市民幫到手 可以聯絡香港兒童醫院 另一邊廂, 著名的粵語片演員 袁嘉寧今天就在泰國撤離 我們也親身飛隊當地了解 遠離曼谷市中心的這間寺廟 今天擺滿花圈 因為粵語片一代紅星 嘉寧明日將會在此火化 我們現在身處在 離曼谷市中心 大概一個小時車程的 是這間寺廟 根據泰國佛教習俗 在過往的三天已經進行了 重經和祈福 今天休息一日 目的就是為明天的火化儀式做準備 舉行儀式的寺廟 位置嘉寧姐故居附近的湖邊 早在三天前 寧救已經移送來這裡 進行一連三天的重經儀式 只見嘉寧面帶微笑的遺照 擺放在白色寧救之前 周圍就被大量白花束蕩 而嘉寧的細仔和契女郭壽雲 一早就來到這裡打點一切 確保明天的葬禮可以順利進行 火化儀式將會在明天舉行 而嘉寧姐的親友包括 長子黃柏文和契女郭壽雲 已經來到現場打點 我們稍後會向他們看看有否機會了解更多的情況 據了解 葬禮會進從嘉寧姐的遺遠一切從簡 但想不到一樣有大量親朋好友送上花牌致意 花牌擺滿靈堂內外 除了正經界人士、商界名人 和皇室親屬 還有很多影藝界之家好友送上心意 曾經是戀人的謝賢 花圈就放在靈舊旁邊 其他還有迪波拉和丈夫 鄧光榮太太 契女郭壽雲 劉培基 陰答華 馮美基和陳淑芬等等 連契女郭壽雲都說有點意外 對,雖然契媽照低調 不過始終人們收到消息 大家都想做一點點事 說得像那些迷就寄個花牌來 是個心意 其實明天都會正式去處理 然後大家記得她就可以了 我知道契媽在這幾年來都很辛苦 所以其實對她來說 可能走了都是一個安慰 其實在這幾年來 就算是這個家裡 我契姐走了不是太久 都未夠一年前 其實我也有點想是不是 因為自小我契姐是 好好照顧她爸爸媽媽 尤其是契媽 整個家裡都是她打電的 她煮東西很好吃 真的很厲害的煮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她 走先一步準備好些東西給契媽 接下來的儀式 其實明天都是人人都歡迎的 我們大家都會在這裡 其實大家都會有個 可以有朵花放進去 然後就同一個時間去火葬 主要是大家都是記住契媽 在曼谷這裡天氣預告說會有龐陀大雨 但就我們所見 天上雖然多雲 但一樣有太陽 希望明天的儀式可以順利舉行 我們會為大家全程直擊 留意東張世貿 有工會和調查機構 訪問了二千多名市民 發現當中有接近四成的受訪者 就說因為疫情的關係收入減少了 有接近兩成的受訪者還說 被減少10%或以上 有接近七成的人還覺得 公司不會調整薪金 還考慮轉工 其實經濟不太好 很多人都覺得 其實有份工作已經是很開心的事 如果那份工作是你自己很喜歡 就更加要好好珍惜 就像我自己一樣 也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我也是 不過接下來要努力點工作 賺多點錢 因為接下來什麼都會加價 加… 加風持續吹雜本說 電費加, 停車長加 多種公共交通工具倒加 其中以電費最得人害怕 中電和港燈早前宣布 明年一月一日起加價 加幅達到雙位數 中電按年加19.8% 港燈更加到45.6% 加幅驚人 當然不好 大眾的市民不是賺得太多錢 我想我會盡量開少許冷氣 但你也沒辦法 你為了要省電費 應該… 要應該用的時候就用了 不應該用的時候就不要用了 其次就靠你們的… 走去跟他們聊聊看 最重要是東張西望 疫情捱完又要面對加電費 又不想轉嫁給消費者 食肆經營可謂百常加根 我們大約是每個月拉雲計數 大約是18萬左右 如果是加幅兩成左右的話 每月資每個月要給三萬多元的電費 在現在的經濟微復甦的情況下 讓家令到我們的營運成本增加了 令到我們的經營越來越有壓力 在部分折留 譬如在用電方面 譬如在清潔時間 由4點到5點半的期間裏面 我們會嘗試將部分照明適減部分 和把冷氣適減部分 從而達到折留的效果 基本上整間店 差不多有一半用電一半煤氣 我們原本用兩萬元的電費 你加到差不多三萬元 差不多多了一萬元 一萬元的話 我們做多少個數碼才有一萬元 節省就一定節省不了 都是這樣的 其實基本上這件事 用電這件事本來就沒得節省的 你沒理由關掉冷氣不開 員工又熱 是吧 唯一解決方法 我們店舖做兩餐飯的話 平時都開十點鐘的 如果它真的要加價的話 我們只會把那些營業時間提前一點 可能提前到九點多鐘 可能做多一個小時 然後攤長了 變成可能會賺多一點點 去填補煤電費、差價那裡 其中耗電量大的洗衣店 更加受影響 唯有硬吃 唯有看看市道好一點 看看生意會不會有些幫助 反而跟業主談談 有沒有說租那些可能減少一點 始終幾年疫情大家都很難做 所以其實變成不能… 如果你說加價的話 其實說真是很難做的 我們都說簡單無數計算的時候 就倒閉了一盒 沒辦法了 真的 除了電費 還有很多東西加 防委會轄下的停車場 明年元彈開此條高收費 時租和月租都會加 另外公共交通工具都輪住來加 天性小輪申請加價 尖沙咀往返中環假日單程 加到8.4元 以及獎者不再免費 而的士在今年七月獲批加價 下期收費加3元 不夠四個月又想再加 目前初步建議下期加6元 分兩年實施 每年再加3元 看到加價熱潮 五間專營巴士公司都不收輸 相繼申請加價 加價一至兩成 未必有人工加的小市民又怎算好呢 經濟都不太好 你還加價嗎 政府可以體諒市民 是吧 因為疫情關係 就算加也要先加 通脹多厲害 加了 現在幾元的車費都出不起了 真是沒有說甚麼 最近多了一些新冠康復的小朋友 患上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他們會持續發燒、出診 甚至乎很多不同的內臟都會發炎 大部份都需要留意在深切治療部 專家說新冠疫苗 可以提高免疫力對抗變種病毒 這樣就可以減少患上新冠的機會 避免新冠後遺症的出現 其實無論任何事情都好 要減少疑慮 最重要就是多知相關的資訊 又到最後了 大家都很關心明年有沒有人工加 同時又很怕必要開節 可能加得更厲害 作為小市民,當然不想面對加價 減就更好,像港鐵一樣 大家知不知道票價是怎麼訂的呢 現時港鐵票價機制 每五年檢討一次 同時都有封頂機制 平衡票價和市民負擔能力 因為就算有票價調整 也不會高過家庭月入中位數的 案連變動 務求大家都負擔到 而票價機制可加亦可減 計法透明公開 票價變動亦比較穩定 而事實上,港鐵自從上次機制檢討以來 期間票價有加有減 亦有維持不變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 香港的交通費算不算合理? 香港其實不算很貴 只不過香港的整體來計 就對於影響會大 因為你搭車的機會比外國更多 日本就一定比香港更貴 一個站來計,它最少都81日圓 我很多時候現在也有過新加坡 坐他們的車費相對來說 香港比較貴了 不過我們香港有優惠 我們兩元方便經常乘搭 澳洲很貴 其實一個站也要兩元奧移 香港是否合理? 是否算合理 較重要 比答對到10大主要城市 地下鐵路市民票價負擔能力 香港是排在第二高 而平均車費 以及世界其他大城市相比 亦處於較便宜的水平 Advance便宜費令公佈資金 至於哪裡? 其實港鐵一直以花始活性 其實港鐵的補完 不是政府虛貨的 Eachonds是特別利用或享受 超好吃煩 例如最近我們投放了60億 購買93列新的列車 亦即將陸續投入服務 是為了市民 希望提供更好的乘車體驗 港鐵的網絡其實已經進入成熟期 畢竟已經超過四十多年了 只用2022和2024年期間 其實我們需要387億更新資產 需要很龐大的資本做好這些工作 所以票務的收益是很重要的 早前有九歲小朋友在寵物展 想著跟巨犬合照 點資授集, 欠租偉庸 家長近知九豬事後失蹤 追討夢門, 鑽頭東張西望 帶來東張西望 最近在網上流傳一條不雅片段 還說片中人疑似是我們香港小姐冠軍 林玉慧、Denise Denise已經報警處理 而我們東張Plus也有跟進事件 收到消息的傳聞後 其實那一刻你們是怎樣的? 我收到消息的時候 我當然很驚訝 因為肯定片中不是我 因為我都知道自己沒有做過這些事 所以就選擇來被案報警 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 公司也有作出回應 就說不排除會採取進一步的法律行動 大家可以追蹤我們東張Plus的IG和Facebook 要了解最新情況 希望事件可以儘快平息 而以下這位小朋友發生的事 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以下片段可能引起觀眾不安 敬請留意 有家長跟我們報料 指他今年六月 帶兒子去寵物用品展的時候 兒子想跟一隻大狗拍照 怎料被牠咬傷臉 弄得差點位容 我告訴你,他在牠咬著牠的臉 然後整個這樣搭了下地 那個餃主就跟我們說 你不用害怕,我會負責人的 後來找牠,牠沒有回覆我們 就等於失蹤了 我兒子一分錢也沒得到賠償 事源是麥太一家人 走完家居展,趁有免費票 就走到寵物用品展 期間兒子被一隻體型巨大 全身都有鬆軟長毛的 阿拉斯加犬吸引 被小朋友過去狗狗隔離之前 其實有否跟牠牠牠的狗溝通了 有的,那個人說可以 我兒子就準備跟牠拍照 我們也準備拿手機跟牠拍照的時候 就是這一刻 那個狗突然反轉頭去咬牠的臉 被那隻狗咬牠的臉 搭到地上 那隻狗非常健碩 站起來跟兒子差不多高 牠起床之後 我看到牠整塊臉都是血 但牠過了三、四十秒 有個女人走出來 說不用擔心 我就是那個狗主 我們就立刻報警 因為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 他就幫我兒子去按住那個傷口 不怕… 我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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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拿不開傷口 可能要補兩針就要去醫院 過來叫警察 去醫院,我一定要 默太囂張右眼角 到眼下位置 還有右邊臉都有兩處爆開的傷口 之後那個狗主就跟我們說 你不用怕,我會負責人 我給你賣我的號碼 當時大約晚上六點 狗主陪同受傷的小朋友 還有默太一起去急症室 而默太就說等候期間 狗主提出事件私了 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私了,賠多少錢 當時我兒子的傷勢比較嚴重 都不知道傷到怎樣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申請 跟他談這個賠償 晚一點他就說他要收檔 他說他要回去,不可以再陪我們 後續連同我們談這件事 我們都說相信他,就讓他離開 後來就轉去東區醫院 一直等到第二天五點才開始清洗傷口 但由於當時是周末 他兒子的傷口又在臉上 小朋友需要留院 等兩天後的星期一 外科專科醫生回來決定怎樣處理 默太最擔心日後兒子會毀容 到了星期一 外科醫生就打電話給我們 說他需要緊急的手術 因為他的傷口裡面已經發炎 發炎就需要去做清創手術 所以就說要全身罵罪 當時我們聽到就很… 那個心裡面很擔心 經過他變了真之後 會不會扯到眼睛變形 那個醫生就說如果他的傷口比較大 所以就建議我們去練真 最後就是練了真 留院大約一個星期 事件已經過四個多月 含好小朋友的傷口 遇合得不錯 你現在開始傷口正好 擔心會在臉上垃圾 有一點擔心 在街上看到狗,你還害怕嗎 害怕,我會避開牠們 平安無事,聯繫了針,回家了 後續有沒有跟那位 聲稱是狗主的女士再聯絡呢 後來我的狗主 他曾經有給我發了一條診息 他就問我兒子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那我就告知他 我兒子現在留院觀察 之後就沒有再聯絡過 我們後來找他 他也沒有再覆覆過我們 就等於失蹤了 那既然你同意我的兒子 去跟你的兒子拍照 那你是不是要有這個安全意識在 你要肯定,你會弄 是不會傷人的 據當時報案資料顯示 案件列作動物咬傷 交由餘護署跟進調查 另一方面 麥太吳甘心狗主消失 除了保留所有兒子住院治療收據 購買藥物、補品 所有開支單據之外 也聘請律師幫他追討 已經付了35000元的律師費 找到律師,律師又建議我們 去找法援,希望幫助我們 法援又拒絕了 我們又找了特首白 又找了律師去追他 對,遲些還說,律師說要上訴 要聆聽,需要付75000元 我真的沒有這個錢可以拿出來 他們已經向法援申請上訴 有待聆訊 另一方面,他們經如護處得知狗主地址 更發現狗牌的速養人 原來是一個男士 現階段最希望的事情如何解決 我希望狗主可以出來負責任 首先,我兒子的餘肉費 還有牠撕下來的疤痕鐵 用需要疤痕,如果需要修復的話 我也希望牠可以負責任 我想大家聽到麥太說事件經過 看了小朋友傷勢 都會感到心痛又無奈 我們一於嘗試打給麥太所說 在床室中,自稱是狗主的女士 打通了,有人聽 喂 是,我們是東張西望 聽到有人報料 說在六月的時候,寵物展的時候 有一隻阿拉斯加犬 咬傷了一個小朋友而來自稱是狗主 是否有件這樣的事 沒有,因為魚護處我沒有違法 被人的醫生、獸醫、魚龍處 都說那個傷口不是咬勤 那天不是牠第一個過來 走到狗身邊 那天是草蜜展,過千人經過 為何只咬牠的果 已經是牠們的敲罩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的話 我不介意做訪問 狗主更加表示他從未失蹤 訪問更加帶涉事的狗狗現身 向我們透露意外發生的另一個版本 以及麥太沒有向我們提及的細節 到底事件上 誰要負上最大責任 留意明天動漲細亡 恨美子 昨天是Thanksgiving感恩節 你又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你考不到我 感恩節之後就是Black Friday 通常有很多折扣 可以上網買東西 你想好買什麼聖誕禮物沒有? 我還沒想到,因為太忙了 不過上網什麼都能買到 你又對,前陣子我趁著有優惠 在網上買了很多日用品 但想不到到底買什麼聖誕禮物好呢? 買長袖衣 因為下星期三開始會氣溫急降 到下星期五還會跌至14度 所以現在買一定對 最好買給Darren,對吧?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東張西網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